什麼? 不能連續搶佩里克島了 不會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Yu 假期更新的消息出來之後 只隔一天 R星就釋出了遊戲體驗改善的具體內容 具體來說 Yu上傳聞影片就看到新聞了 因此今天來介紹體驗改善的詳細內容 一系列全新代替以及更多即將登場 GTA線上模式散罪企業將帶來大量體驗改善 花花玩家透過GTA線上模式意見網站所提出的眾多要求 咦? 不要甩鍋到玩家身上好嗎? 我們在目前所有平台 花花最新世代主機上為GTA線上模式的體驗經驗 帶來大範圍的改善與升級 那都必須供於我們社群所集中的大量資源 簡單的說 7月26日之後 將會有許多遊戲細節方面的改變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生意保護與升級 自7月26日開始 玩家將可在警見邀請的私人戰局中 單以包括販賣任務戰內的生意活動 您可以在警見邀請幫會好友的戰局中 遊玩助測為老大西歐或魔作幫手領 讓生意擁有人能以私集的步調 不是與好友一起獲取和販賣商品 所有平台的玩家只需到戰警選單 選擇獻獻上再選取尋找新戰局 都可輕鬆地找到新戰局 玩家也能繼續在公開戰局販賣自己的商品 並獲得較高的高需求獎益作為犒賞 這是很不錯的改變 原本送貨只能在公開戰局送 先不提送貨一般來說路程都很長 只要有人盯上就很難跑 就算有人護衛 也逃不過軌道炮一發必命 就算不提軌道炮 各種仙境武裝載具 也讓人吃不完兜著走 像暴君NK2或鬥牛勇士之類 更別提外掛直接炸戰局了 這次的更新 對送貨族來說真是天大的福音 洛森都車聚成員 車迷本提出的幾項建議 包括所有能進入洛森都車聚的載具 都可裝備丁抓地利輪胎 讓玩家在洛森車聚改裝載具時 有更多自立選項 抓地利輪胎主要是玩甩尾用的 車迷確實會很高興吧 引出請求時技工將會更快速運送載具 原本慢吞吞送車 原來是故意的嗎? 玩家不會再因為車尾另一名玩家的 武裝個人載具而遭到罰款 避免懲罰對攻擊者還手 且成功解決對手的玩家 這應該是個不錯的改進 不過對於人在房子裡面 停在外頭的車子被炸掉又怎麼算呢? 這個改進也不錯 原本的設定有時會讓人困惑 現在反正就是車開進去 看能改什麼就知道了 而暴君NK2仍然是跟 驚駭位員捆綁銷銷售 沒買驚駭位員 還是不能改暴君NK2的飛彈喔 車庫總空間將增加至多達20輛載具 本次新增那麼多車 確實需要的車庫又更多了 買車更人性化了 原本可能是要模擬瀏覽網頁的感覺吧 不過現在手機也都是分頁開好開滿 快速切換分頁也是時代潮流 個人覺得這個此外 才是本業最重要的內容 畢竟暴君NK2人手一台 追蹤飛彈的效果削弱 白話說就是追蹤性下降 近距離或是移動中的敵人 可能打不太到 不過以暴君NK2的機動性 多打幾次應該還好 反制系統的冷卻時間增加 使用次數減少 則是在PVP影響較大 因為GTA的NPC 很少會發射飛彈 與此同時 當飛雪直升機在柯薩卡內改裝時 都可以加裝雷達干擾變核 閃光彈反制系統 只其不易受到敵人怕我的攻擊 這也是針對PVP的改進 因為GTA的NPC 真的很少會發射飛彈 如同GTA線上模式 其他所有方面一樣 我們會持續關注玩家 針對這項變更的意見 以及這項變更 對洛盛路街頭所造成的影響 最後這句應該是 為了怕玩家反彈而先打預防針 一般改善 無論是協助富蘭克林找回 德瑞博士儀式的音樂作品 或是在天內飽和的派對狂歡 到訪金貓的熱帶度假身體 或是單雄和好友在城市裡大肆破壞 南深溫利夜思的所有玩家 都能期待一系列玩家熱烈要求的全新改善 一將於7月16日登場 在處理保存合約回事務所時 玩家將可透過直升機或步行 從頂樓的入盒進入事務所 不必再從地面的全面進入 欸?原來這不是BUG嗎? 屋頂的停機坪真的是百事 呃...不如開除掉決定員工送車會失敗的人如何 為了讓玩家在特定地點更輕鬆地四處移動 玩家將可在鑽石賭場度假村 先賴寶河和夜總會內跑步 這點個人是覺得一半一半 在賭場跟夜總會只能走路 雖然是走得很煩 但還算是符合環境氣氛 若是在賭場 看一群玩家在那亂跑 微合感應該蠻重的 不過能跑動是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也是不錯的改進吧 玩家將可在互動選單中 一次購買所有武器的最大彈藥數量 這真的是比較人性化 除了初期沒錢的玩家 很少有人想一項一項補彈藥 但藥也沒什麼理由不補滿 玩家也可以在武器選單開始時 透過單一輸入更輕易使用零時和護甲 不知道為什麼阿星現在才知道要改這個 原本開M選單補的方式 真的沒人性 此外,若玩家任務失敗時並快速重新開始 若本補滿是開始任務時所攜帶的零時數量 這四個得正 尤其是跟人組隊死個不停的時候 有零食吃都會死的話 沒零食就更過不下去了 玩家現在可即時掛斷 向玩家提供任務的幾位聯絡人的電話 而不是被迫接聽完整段對話後才能掛斷電話 跳傘跳到一半 接到電話人有福了 也許可以射程聚接更好 若真度意外的毫無隱私權更可怕 這個是指你可以不顯示戰局的聊天內容 比方說可以不用被廣告洗畫面了 也是個不錯的改進 為了減少二億破壞遊戲體驗的情況發生 擊殺死亡統計資料 不會再受到自由模式的擊殺數影響 從此之後擊殺死亡比 只會受到在競爭遊戲中達到的擊殺數影響 這裡是指自由模式的擊殺 不會算進KD值 也就是不會被人偷襲就掉KD值 也無法偷襲別人來洗KD值 但KD值並不是取消了 而是只會在競爭模式裡改變 比方說死都遊戲之類的 第一次造訪KD值島後 玩家將能花更多時間偵查這座島嶼 所以可以被抓到更多次才會被踢出小島 這次對新手友善的改進 競爭製作器將會獲得一系列的更新 包括增加最大檢查點數量 變形狂標競數最大玩家數 以及刺激在主機上可移除的裝置數 玩家現在所有平台 皆可透過特殊載具競數製作器 製作RC王圖競數 這部分對字字猜測玩家是好消息 變形狂標競數不能30人很可惜 希望之後可以調到30人 防騷擾幽靈模式應該是指 可以讓故意回頭撞人的玩家透明化 這對又真是好消息 GTA早期的任務 在現在確實報仇過少 雖然還是可以打開心 但要賺錢就是要打特定任務 增加舊活動的報仇絕對是好事 那麼就來看看吧 嗯...微妙的增幅 洛盛都的通貨膨脹應該不止50%才對 不過能長期盤踞前三的高手 其實還是能賺蠻多的 應該能受惠不少 公寓搶劫與末日搶劫都是很用心的搶劫系列 個人覺得沒報仇也值得一玩 但論報仇的公正性 大概公寓搶劫加個100%到125%也不為過 末日搶劫增加75%差不多吧 這次的增加幅度有點保守 隨著這次更新 玩家組成小隊遊玩所有搶劫任務時 冷卻時間將統一為一天遊戲時間內48分鐘 這次我們已調整了佩里克島搶劫最終階段的特定因素 協助玩家平衡於GDA線上模式花費的時間 單人遊玩佩里克島搶劫最終階段的冷卻時間為3天遊戲內時間 只要的72小時出現較高價值主要目標的頻率將會降低 而次要目標的價值將提升 只要更新的目的是鼓勵玩家之間團體探索集合作 本次更新的魔王出現了 跟人組隊打搶劫之後 同一關要48分鐘後才能打 72小時內出現粉賺之類的目標機率降低 雖然也不是不行 現在搶佩里克島 算是主要甚至是唯一收入 其他賺錢方式都相形失色 理由有好打 可以單人打 報酬又是最多 沒什麼理由不去打佩里克島搶劫 但要鼓勵玩家組隊 不如花錢架組隊伺服器如何 說真的GTA的組隊 不算撇開玩家的數值與技巧 組隊的體驗還是很差 具體來說連線太糟糕 黑里克島多人打 也常發生各種靈異事件 單人打最能穩定過關 鑽石賭場幾乎打不下去 就是因為組隊會遇到各種Bug 又沒辦法自己打 當然不排除歐美玩家 其實都順順連順順打就是了 但一般來說 玩家其實不太能接受改叉 冷卻時間從10分鐘 暴增成2小時24分鐘 個人覺得是很冒險的改動 這麼長的冷卻時間期間 玩家會選擇玩其他模式 還是乾脆下限 根本不得而知 也可能跑去玩別的遊戲 不過畢竟這個遊戲叫GTA5 可能蠻有本錢賭一把的 還是因為GTA6快出了 先來測試一下玩家的耐性 反正爆炸了還有GTA6 話說回來 卡尾關好像就能連續打了嗎? 阿星又該怎麼解決這問題呢? 更嚴格的鎖帳號嗎? 組織與摩托邦成員報酬提升 加入值參與主持和摩托邦活動的保鏢 副手與摩托邦成員 獲得的GTA遊戲幣將大幅增加 不忙於經營自己的企業時 不妨加入好友或玩家夥伴大賺一票 還不必拿自己的存貨冒險 保鏢副手與摩托邦成員的基本薪資加倍 配保所有玩家在為其他老大CEO或摩托邦首領工作時 可賺取合理的GTA遊戲幣 如薪資加倍外 摩托邦成員參與算賣任務獲得的報酬也會提高 現在保鏢和副手參與算賣任務也會獲得報酬 日當地反映他們的貢獻 為組織重新命名的費用也已降低 嗯... 逼副手們加薪絕對是好事 雖然沒記錯的話 摩托邦副手幫送製造廠一趟好像是3000 壓倍... 壓10倍也是一樣杯水車薪吧 究竟多少算合力呢? 不過有增加就偷笑了啦 嗯...沒錯 首次完成報酬提升 玩家將於i-flus 收到電子郵件 鏡中會詳細說明 犯罪企業中一系列首次完成報酬提升的相關事項 所有CEO老大和摩托邦首領即使已在726日前完成特定活動 仍然可以從這些獎益中獲益 商戶人士 商戶人士進行新的出口服的商品販賣任務時 可獲得3倍報酬 來倉庫的新員工取得第一批各種貨物後 即可透過您的私人助理進行 摩托邦製造廠的生產速度會是一般速度的3倍 完成首次販賣任務後即回到正常的速率 均火走勢者 第一個研究項目的研究速度提升為3倍 增產速度也是3倍 完成首次販賣任務後即回到正常的速率 業種會老闆 所有商業大陣的商品數量為平常數量的3倍 完成首次販賣任務後即回到正常的速率 幫助各項生意的首次販賣任務所提供的GTA遊戲幣報酬 將為平常的2倍 首次完成報酬提升3倍 因為是一次性的報酬 所以意義不大 但對初期跌跌撞撞的新人來說 也不失為一筆額外收入 不過不要貪圖首次報酬 就亂買產業喔 要好好計算不同產業的回本速度喔 現實? 永久也是可以的喔 看完這次體驗改善的詳細內容 大家感想如何呢? 可以看得出來 R星試圖平衡目前的環境 削減獨大的佩里克島 增加其他產業及任務的吸引力 對我思考方向來說 還是算蠻合理的啦 但玩家是否買單 就要看大家怎麼想了 畢竟他不是光增加好處 也砍了原本福利一大刀 想必也有不習慣的人 而且大部分改善內容 都是參數上的變化 而沒有根本上的改變 也就是說連線不會變好 舞隊不會更容易 更簡單的說 這次的改善重點上 就是把原本能在佩島賺到的錢 分散到其他產業去了 讓玩家能更多體驗遊戲內容方面 又還是持肯定態度的喔 但是不是一定要讓玩家 無法連續打佩島 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 其實也是蠻有疑問的 各位對這次的更新 又有什麼看法呢? 希望能留言讓U知道 有興趣給R心意見的人 我將會將連結放在下面的說明欄 不過看來需要用英文才行 而夏季更新相關的情報與評論 都在先前的影片之中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喔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麼覺得這個影片很有用 想看更多類似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加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喔 那麼今天就到這裡了 下次再會 aş集中 各種版本 是不是 可能